什么资源班啊 太扯了 直播中歧视资源班引发争议 过程还时不时放神大笑 不断上校资源班学生 遭网友批评 七宝妈在深夜才po出道歉影片 就真的我没有歧视或者是轻蔑 藐视任何无论是资源班的学生 或是需要个别辅导的学生 道歉遭轰完全没有诚意 艺人送歌在脸书开呛 并表示厂商可以停止跟他合作吗 我超看不起这种父母 鸡排妹郑嘉纯也指出 厂商应该尽快切割 资本主义铁拳教训最有用 律师李一真更表示 有朋友以前就是念资源班 住的房子比我大 买的包比我多 我还是他的律师 听名帮他办事 歧视只显示自己无知又白痴 作家凯瑟琳更直接开红 不善良到极点 这些网红拜托 让他们彻底消失 誓言风波不断延烧 就连七宝妈当天直播 业配的厂商都出面切割 读书共和国贴出声明 反对任何歧视或嘲讽 因为七宝妈的不当言行 已经终止所有合作活动 另外还有多家厂商也纷纷跟进 其中还有知名店家胡同烧肉 紧张机 自然主义 咖勒彩虹面等等 列入合作黑名单 七宝妈爆出歧视言论 道歉内容更哀轰 推卸责任 如今局面恐怕也难以挽回 三七五零双 配合